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附近则长眠着早他去世六年的大女儿何超英 当初何超英因病去世时 他以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起力为理由 没有送女儿最后一程 如今葬在女儿身边 不知是不是在弥补生前对女儿的亏欠 何鸿燊一生纵横百合 作为中国澳门博彩史上权势最大 获利最多 名气最小 在位最长的赌王 被当地人称作无眠总督 他的传奇不仅在于长达七十年的叱咤风云 亲手打下万里江山 同时为人渐渐乐道的是 他缔造了一个无人能望其向背的庞大的家族 豪门家世烈火烹油 鲜花灼锦 但也往往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 全目倾压 在他的十七个孩子中 长女何超英曾经是他最大的骄傲 最全力栽培的继承者之一 但最终他却成为了一颗弃子 明日隔山丘 世事两茫茫 他给了女儿前半生的尊荣富贵 却也将他的后半生抛制于万丈深渊 可怜红颜总薄命 最是无情帝王家 当何超英暴恨离开人世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他生命中的所有悲哀与痛苦 也一并埋于荒肿 化作尘埃 1947年何超英出生 他是何鸿燊和原配李婉华 结婚五年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 他给女儿起名超英 可见对其寄望之深 何鸿燊出生于香港的名门望族 但13岁那年家道中落 大厦一夜间倾他 在保长事态炎凉后 他从原来的顽固公子 蜕变为发愤读书的青年才俊 上大学时 因为抗战爆发 香港失守 何鸿燊逃至澳门 在连昌公司担任了秘书一职 并认识了一个大客户的妹妹李婉华 李婉华生在葡萄牙的显贵之家 又兼有倾国倾城之私 他因此被誉为澳门街第一美人 两人彼此倾心 18岁时 李婉华嫁给了大自己三岁的何鸿燊 后来在李婉华家族的支持下 何鸿燊得以在澳门大展拳脚 东山再起 何超英来到人世时 正是父亲何鸿燊 事业步入正轨之际 这个含着金糖池出生的长女 一出生就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1949年 弟弟何鸿燊的降临 让这个家庭又多了一份天伦之乐 小时候在何超英的眼中 父母感情极好 母亲温婉贤淑 父亲虽忙于誓言 但也会经常在家中陪伴妻女 一家人和睦幸福 孩童时期的何超英 继承了父母优秀的基因 长相英气又不失柔美 与弟弟何鸿燊一起 被称为赌王最漂亮的子女 更为难得的是 何超英灵心会性 天资聪颖 对待这颗掌上明珠 何鸿燊不遗余力地 从各个方面进行栽培 长大后又送他去英国 瑞士深造 何超英多才多艺 擅长绘画 曾在香港举办过个人画展 也往返各个国家观看时装秀 因见多识广 何超英品味超群 甚至一度引领了澳门时尚潮流 后来他主攻法律 回国后帮助父亲打理家族企业 十几岁时 他就在父亲的店里做买手 此外还投资了古董铺 在事业上 他展示了如父亲般的天才经商头脑 再加上何鸿燊将商股之术 清囊相授 愈发让他如鱼得水 他曾和何振亭合作生意 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巅峰时期 何超英还入选了财富杂志 全球五十商界女强人榜 身价过亿 何鸿燊对这个近乎完美的女儿 极尽宠爱 出席很多重要场合时 都有何超英陪伴在策 那时无论是聚古云集的庆典上 还是在宫仇交错的宴席上 财学经验光芒四射的何超英 都是当之无愧的焦点 何超英就像父亲手里的一张王牌 令其坐拥足以傲视群奇的资本 澳门当年流传着一句话 生女当如何超英 所以尽管后来何鸿燊儿女众多 英杰辈出 但他对何超英的偏爱 无出其右 曲秋白在《鄂乡继承》里写道 人人只知道石怪命简 哪知道生活的帐子里 有巨大的毒虫 以至于文睿 对于何超英来说 流光溢彩的人生 有时只是一种华丽的假象 经欲其外 掩藏不了败续其中的不堪 何超英十岁那年 母亲李婉华被查出 十分严重的结肠炎 始终未能根治 加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 最后只能切除胃部 来延续生命 从此李婉华只能近时流食 从115磅跌至70磅 病体之理形容枯稿 曾经风华绝代的李婉华 在恶极的折磨下 已经不负往日神采荣光 不久李婉华的父亲去世 令病塌上的他悲痛不已 而何鸿燊呢 起初对李婉华还能细心照顾 便寻名医为其治疗 后来他也事业盲为由 来看他的四数日渐稀少 直到有一天 在李婉华尚未从失去父亲的爱丝中走出时 他便向李婉华和他的娘家 河畔托出自己想再娶新妻的打算 何鸿燊曾在自传中写道 我不能一辈子当和尚 况且我当时已家大业大 工作非常繁忙 各种各样的应酬不少 需要一位女性操持家务 并时常陪伴自己左右 当时大清律令尚未在澳门废除 男子有两个妻子并不算违法 于是我又娶了个太太 当初婚礼上的山盟海事游在尔 如今这边缠绵病榻 内乡以家人入怀 尽管李婉华强烈反对 但是何鸿燊还是执意娶了 当时只有十四岁的蓝琼英 此后李婉华身居简出 闲少露面 当时的何超英只有十岁 他尚在懵懵懂懂的年纪 就目睹了婚姻的虚幻和人性的凉薄 他有时看到母亲静静地坐在那 睁睁地望着窗外 眼神落寞而凄测 梁木有之归艳可期 但偌大的宅地和这空荡荡的世间 却让母亲魂无可疑 1962年 蓝琼英为何鸿燊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何超琼 而在同一年 李婉华也生下了 与何鸿燊的最后一个孩子 何超雄 之后曾发誓一生 一夫一妻制的何鸿燊 接连又娶了三房太太 而各房太太们都相继为他开枝散叶 与他共同生育了十七名子女 四位太太各自为营 一个子孙殷胜 盘根错节的大家族 就此形成 作为原配的李婉华 因常年卧病在床 实际上早已处于没有任何竞争力的边缘 因此如火如荼的豪门争斗 更像是一场兵不血刃 就已经高下立判的城下之盟 1973年 李婉华在葡萄牙遭遇车祸 脑部受到了重创 二女儿何超贤回忆说 母亲苏醒时 已失去大部分的记忆 长时间不能进食 行动也困难 李婉华住院一个月 就被多次下达并未通知 孝顺的何超英 看着躺在病床上 不能动弹 甚至随时危在淡歇的母亲 难过不已 何超英数度请求父亲 去医院看望一下母亲 然而何鸿燊 却以工作繁忙为借口 极少去看望李婉华 牡丹亭里有首词曲 三生因果 请去将炉烟上果 头纳地天灯火 照得他慈悲我 佛家说因果论慈悲 但真实的人生 有时并无因果 亦无慈悲 而是一场场 错堪与轮回 何超英没有想到 曾发生在母亲身上的悲剧 后来也在他自己的人生中重演 当年何超英 贵为澳门第一名员 咽压群方 追求者自然如故江之起 霍英东的长子霍振廷 就是这逐鹿大军中的一员 何鸿燊与霍英东市小学同学 他们一起在澳门拼搏事业 又共同致力于港澳经济发展 堪称是生死之交 因为父辈交情甚毒 所以何超英和霍振廷 自小一起长大 可谓是青梅竹马 如果不是家族利益的分歧 两人或许可以创造 商界的一段爱情佳话 霍振廷从小就被父亲 给予了荣宗耀祖的厚望 十二岁到英国留学 学生归来 就跟随父亲学习打理家族生意 当年只有二十二岁的他 还遵从父亲的指示 到文莱首都竹里建设港口的工程 四年后 霍振廷在文莱建成了最大的深水港 和货码头 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商界一颗 冉冉升起的新星 彼时的霍振廷与何超英 一个是事业有成的贵公子 一个是明满香江的人间富贵花 可谓天造地设 他们一起参加活动时 霍振廷经常偷偷地望向何超英 清暮的眼神里 爱意盈盈 但是何鸿燊和霍英东 后来因为股权之争 反目成仇 随着两家关系的交恶 霍振廷和何超英 这一对金童玉女的爱情 也随之被葬送 后来霍振廷娶了港姐朱玲玲 何超英遵从父命 嫁给了香港殡葬大亨的儿子 萧百成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二十年后 与何超英同父异母的妹妹 何超穷 也是父命难为 嫁给了第一代传王 许爱舟的孙子 许晋亨 为此何超穷被迫 与一生致爱 陈柏祥分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两场轰动 港澳的豪门婚礼 皆是商业联姻 在后来的采访中 霍英东曾说 因为我和震廷 常常要到国外 为体育汇集问题奔波 震廷需要知名度 让她取港姐中林令 这对在国际上 开展有关体育外交活动 有帮助 而何鸿燊为女儿 选择萧百成 也是因为肖家与何家 准备联手 在伊朗投资 建设马场 肖百成 潇洒替躺 曾在英国攻读过法律 也具有非凡的商业头脑 和何超英 可谓是门当户对 可是两个人 并没有感情基础 再加上肖百成 风流成性 婚后两人矛盾不断 她曾亲眼目睹母亲 因父亲的 建议思迁 而受到伤害 未曾料到有朝一日 同样的遭遇 也复刻到了 她自己的身上 1981年 何超英结束了这场 令她羞辱的婚姻 离婚后 她全身心地 投入到 事业当中 努力为母亲和弟弟 在家族生意中 争得一席之地 然而事事无常 在她离婚后不久 弟弟何游光和妻子 在葡萄牙里 撕本突遭车祸 双双遇难 文庭长子的噩耗 何鸿燊大受打击 几度崩溃 而陈科病床 多年的李婉华 更是雪上加霜 一夜白了头发 那一年刚刚 34岁的何超英 先失去婚姻 后痛失最疼爱的弟弟 神志开始出现恍惚 04年 母亲李婉华 因病离世 当时82岁的何鸿燊 亲自到澳门 挑选墓地 并在静道的花篮上写道 挚爱无期 在妻子的葬礼上 何鸿燊 垂手肃立 神情哀气 但是在短暂的悲伤过后 他策马扬鞭 绝尘而去 美眷如花 子女迎兮 而且富甲一方 这个世间的热闹与繁华 永远属于他 但是对于何超英来说 失去了弟弟 又失去了母亲 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同时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 原配一方的子女 也早已被驱逐出 家族利益的核心阶层 在那之后 何超英 独自带着三岁的女儿 在十四年间 辗转了二十多个国家 却从未回过中国澳门 山川锦绣 人潮汹涌 但他却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04年 何超英再次出现在香港的街头 行销鼓励 憔悴不堪 以前被众星捧月的天之娇女 已经变成了一个 蓬头垢面的老狱 那时的何超英 无论心智还是行为 似乎都回到了年幼时期 她开始喜欢穿童装 常常头戴可爱的发家 此外 她还酷爱粉色和甜品 住迪士尼酒店 完全是一个小孩子的喜好 女儿为何超英解释 妈妈只是太傻了 童装适合她 其实不止于此 在心理学上 这种现象叫做退行 退行指的是 个体在遭遇挫折 受到重创时 退回到生命的早期安全阶段 表现出与其年龄不匹配 不协调的行为反应 是一种反成熟的倒退现象 何超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 童话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他重新做回了孩子 从心理的深层动机来看 这是一种潜意识的防御机制 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回避 她的内心宁愿自己永远停留在 无忧无虑的小时候 那时的她身边有美丽健康的母亲 对她疼爱被知的父亲 英俊可爱的弟弟 童年是她人生中最快乐 最美好的时光 而当这一切都从她的生命中 渐渐失去时 属于她的短暂人生幸福 也随之戛然而止 07年何超英在军岳酒店 被一名三岁男童不小心撞倒 在男童母亲道歉后 何超英突然踩踏男童的左脚 询问期间精神科医生证实 何超英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2014年12月4日 前半生辉煌 后半生凄凉的何超英 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 这个曾经大起大落的传奇女子 走完了自己67年的坎坷人生 据她女儿萧文征透露 何超英多年来 一直饱受着疾病的折磨 她的两颗肾都已经坏死 最后是因为脑血管爆裂而去世 曾经将她视作归宝的父亲 没有参加女儿的葬礼 除了赌王未出席外 几房太太也没有现身 他们的理由出奇的一致 长辈送晚辈不吉利 偌大的何氏家族 只有何超穷 何又君等少数妹妹与弟弟参加了 在何超英的葬礼上 霍振廷特意赶来 送她最后一程 并且泪洒零钱 40年前在活动现场 一对碧人光彩依依 同框而立 爱而不得直至阴阳永隔 一如多年前陈百祥去世 何超穷不顾众人非议 为其扶灵 两人各职生死异端 从此天上人间 何超英被葬在何氏家族的墓地 但这个大家族的长公主 在去世之前 竟然连一块墓碑都没有 仿佛是她的后半生 被削引了姓名 与存在感的隐喻 七年之后 父亲何鸿燊被风光大葬 贝极哀戎 他曾经最心爱的女儿 长眠于距离父亲 咫尺之遥的地方 却似乎被世人遗忘 六十七载的人生 属于他的快乐 只有短短十年 父亲富可敌国的庞大基业 选贺家族的勇士齐昌 都无法给予他一份 繁俗的幸福 中古转域 莫于孤魂一缕 荆叉不群 未必不能一养天年 有道是天地为奇 终生为子 但若不能听命于自己 就要寿命于他人 以致遭撤肘的人生 最后被命运 蚕食惊吞 但愿于时光之川 我们皆有周极可甲 已渡尘世茫茫 好了 以上的就是今天的分享了 祝您有友 美好的一天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